诶 是马大 马大吗 是马大 假冒名人 家好友介绍投资方案 是过去常见的诈骗手法 不过随着AI科技进步 不止照片 声音 就连名人的影像 都可以以假乱真 那我现在陈次的邀请你 可以投入一点资金 这样子你可以拿到很棒的又会这样 为了提高民众对AI诈骗的警觉力 台北市中山分局 特别邀请高人气网红 光剑制造者马可多 拍摄反诈骗宣导影片 透过生动的剧情 让民众清楚最新的AI诈骗手法 我想AI是未来的趋势 那新的这些科技方法出现的时候 那也很容易被犯罪集团所使用 来作为诈骗的工具 那我们也特别邀请网红 来协助我们宣导 他们对于这些网路媒体的使用 也有一定的心得 所以我们是事先提醒民众说 有可能有这种状况 那事实上也有少数的案例 已经出现了 表示犯罪集团是有可能利用 这个新的科技工具来作为犯罪工具 影片中激紧的民众 利用新战迷才知道的暗号测试对方 察觉对方可能是假的马大 便打到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才确认是真的诈骗 但随着生畏技术越来越进步 就算对方是熟识的人 也应该要提高警觉 那我们接获很多诈骗案件 尤其假投资 那后来他都说 这是我朋友介绍给我的 但是后来询问他朋友 他都说没有 我的账户可能遭到盗用 那将来更先进 他可以利用AI 把影像或者声音都做更换 那你听起来 可能就是你亲人的声音 看到的影像 也许是你朋友的影像 但是不管如何 如果他要求你做任何事 尤其是汇款 那一定要在事先的做查证 大家冷静一下思考一下 确定你联系上本人 那在此之前都不要轻易的 相信任何从网路上 所接获的讯息 影片中也教大家 防止AI诈骗六大绝招 包括不要冲动 冷静提高警觉 反问问题以及查证 并仔细观察 不要给个人资讯 最后就是接获可疑电话 立即拨打110或165 反诈骗专线查证 才能避免让自己的血汗钱 白白被骗走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